第507集 叶浩轩微微一愣 他隐约的有些不安了起来 李延新说的话不无道理 如果是无关紧要的人 自己会这么揪心吗 如果少卿赢在自己的心里不重要 自己会费尽心思地来这里寻耀吗 民族大义 见鬼去吧 他叶浩轩可没那么伟大 天下重要的人多了去了 并不是每一个人 他都能下这么大的精力去救的 所以说 你就是一个花心的混蛋 李延新气恼地说了一句 然后转身离开 老板 这是老板娘吧 真漂亮 就在这个时候 虎子笑嘻嘻地跑了上来 坐到叶浩轩的一边 叶浩轩心情比较乱 懒得理会的 见叶浩轩不语 虎子又道 时间不久了 老板去休息吧 我收会儿夜 不必了 我不困 叶浩轩淡淡地说 老板 我们山里人淳朴 收了你这么多钱 如果你不让我做点事 我心里会不安的 你就让我守会儿夜吧 虎子的话 做作的成分居多 叶浩轩暗自冷笑了一声 他倒要看看 这个心怀鬼胎的人 到底想要干什么 他站起来 一言不发地到一边 去休息去了 虎子的双眼里 闪出一抹冷笑 他端坐在火堆前面 静静地等了起来 夜深人静啊 虎子回头看了一眼 他刚才自告奋勇地 执手 其他人都休息了 所以现在只有他一个人 还在清醒着 他快速地向四周看了一眼 见没有人注意 然后拿出一根白色的木头 丢入了眼前的火堆里 一阵白烟从火堆里腾起 虎子快速地拿起一个 准备好的湿毛巾 罩在鼻子上 白烟四散而去 足足过了半个小时 这股白烟才消散 这种烟是森林里的 一种奇特的植物 只要晒干 放入火中燃烧 就能成为一种 极强的蒙汗药 只要吸入一点 就会陷入昏水之中 就算是打雷 也吵不醒 他对自己的这种药 极为自信 只要一烧开 这群人绝对跑不了 他扔下湿毛巾以后 他快速地向来的路上跑了过去 跑到了做暗号的地点 虎子吹了几声口哨 前方的丛林里一片骚动 一群拿着手枪或者AK的人冲了出来 这些人不下十人 每个人面色凶狠 为首的人正是脸生刀疤的刀哥 骂的 怎么这么久 老子差点睡着了 刀哥怒道 刀哥 那群家伙 警惕性太高了 我也是好不容易骗他们睡觉 然后才得手的 虎子委屈地说 废话少说 早点行动 带路 刀疤沉声道 跟我来 我跟你说啊 刀哥 里面有个娘们 那长得叫一个水灵啊 这次 你可得借我手工 把那娘们让我玩几天 少啰嗦 先抓起来再说 问清楚他们到底 到里面是干什么的 刀哥边向前走边到 肯定是寻宝的 不用问了 这些人的装备极其齐全 绝对不是以前那些考察队的人能比的 他们的电话 在这深山老林里都有信号 虎子边走边喋喋不休地说 不一会儿 众人来到了指定的地点 只见一堆篝火依然在燃烧着 四周静悄悄的 睡袋上的几个人睡得正憨 看来刚才的蒙汉药起到了作用 动作麻利点 这些家伙 我估计当过兵 醒了就不好了 虎子右手一挥 这些人三五成群地拿着麻绳 就上前去捆人 虎子走到叶好轩的跟前 指着熟睡的叶好轩道 这年轻人是老板 先绑他 哟 这是你朋友啊 大半夜的不睡觉来到森林里 也不怕被狼给吃了 虎子惊呆了呀 他的话没有说完 却看到叶好轩睁开眼睛 似小飞笑地看着他 与此同时 上前绑人的几个绑匪 早就趴在地上 不知道是死是活 中击了 小心 刀哥顺势抽出了手枪 对准叶好轩 余下的五六名绑匪 也抄起手里的家伙 面色不善地对准了眼前的人 我投降 别动刀动枪的 叶好轩举起手 哼 站到一起 快点 别逼老子看枪 刀哥不耐烦地向一边一指 叶好轩等几个人倒也听话 李延欣也从帐篷里走了出来 一群人聚到了一起 朋友 求财是吧 要多少 我现在就出 叶好轩淡淡地说 闭嘴 老子还没问呢 你问个毛 刀哥仰手在叶好轩的跟前 开了一起 然后怒道 你他妈的很有钱是吧 先拿出来一千万再说 一千万 太少了点吧 结尾这么辛苦 暗地里跟踪了我们大半夜 我给两千万怎么样 叶好轩笑的 哟 这小子挺上道的 嘖嘖 看得出来啊 你们急着脱身 看来你们这次去死亡之地 寻的宝 肯定不是一般的东西 刀哥眼前一亮 说 你们这次去那个地方 到底想干什么 虎子手里拿着一把土质的猎枪贺道 旅游 李延新淡淡地说 你看我像是傻逼吗 绿妖 虎子怒急而笑 那你说我们是去干什么的 李延新浅浅地一笑 那双勾魂的双眼 几乎把这一群人的魂都勾走了 你们是寻宝吧 告诉我们你们到底要找什么东西 我们放你们一条生路 刀哥喝道 我们还真的是寻宝 那里有黄金 君子咧开嘴一笑道 黄金 有多少 这群绑匪的眼睛都亮了 不知道 听说是十几顿 都在这张地图上标着呢 顺着这个路线到达指定的地点 然后 你就可以知道了 君子拿出一张自制的地图 拿来 刀哥一把抢过他手中的地图 一群人聚在了一起 看了起来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没有 我告诉你们 配合好一点 能保住小命 我们这些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货色 惹及了天王老子也敢崩 刀哥喝道 都在这地图上 你们顺着这地图 我保证能找到宝物 叶好轩道 那好 你确定没有别的要说的了 刀哥手墙指向叶好轩 我确定没有了 叶好轩笑道 那好 送他们一程 刀哥右手手一动 脚扣动扳机 就在这个时候 哄一声巨响传来 这一声枪响 声音极大 就像是平地一声闷雷一样 在响声的同时 那名刀哥 以及他身后的一名混混 身形猛的一顿 然后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与此同时 一团血雾炸开 刀哥的半边脑袋已经不见了 他身后的那名小弟 被击中了脖子 他的脖子上 有一个巨大的血洞 他也是 早也没有了气息 这一幕让鱼下的几个人惊呆了 虽然他们都是偷猎者 平时的血腥事情见得多了 但是像这么恐怖的事情 还是第一次见到 一枪放倒两人 这是多么强的火力啊 啊 不好意思 忘记装销声器了 最后面的列强 歉意地笑了笑 他的手里不知道 什么时候 已经多了一根重剧 他抱着发烫的枪管 装上了销声器 然后一扯枪栓 指向正前方的虎子 剩下的三四个人目瞪口呆啊 虽然他们四个人的手里都有枪 但是他们有种直觉 眼前这汉子一杆枪 可以快过他们四杆枪 尤其是猎枪身上那种 从刀山火海里走出来的杀器 更是让他们心惊胆战 啪哒 其中一人手一松 手里的枪掉在地上 而这个人的枪一掉 另外三人的枪 也接而连三地掉在了地上 几个人双腿颤抖 扑通扑通地挨个儿跪倒在地上 这么快就怂了 没劲 列强收起手中的重剧 鄙夷地说 老 老板 饶命 那名叫做虎子的家伙 吓得脸色惨白啊 他好不容易才把这句话说全 还有其他人了没有 叶好询问他 没 没了 就我们几个 老板 我们几个只是抓一些猎物 挣辛苦钱的 我们鬼迷心窍 我们该死 你们饶了我们这一次吗 来世做牛做马 一定报答您 虎子趴在地上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 那可怜的模样就像是 受了欺负的小媳妇一样 没人了就好啊 你小子刚来就感觉你有问题 不把你身后的人引出来 我赶路都赶不安手 叶好轩笑了笑 他转身道 先绑起来吧 在这晾几天再说 叶好轩和翔子从背包里拿出绳子 把这几个人结结实实的 给捆了起来 还有刚才几个被打晕的家伙 也被叫醒 捆在了一起 来人是十个 被猎枪一枪轰了两个 还有八个人 老板 老板不要啊 这里晚上会有狼出现的 我们再也不敢了 我求求你了 我上有老下有小的 一行人哭爹喊娘地惨叫了起来 叫 你们叫吧 最好是把狼给招来了 然后你们知道后果的 做错了事情就要接受惩罚 我不喜欢杀人 但是你们几个能不能活下来 那就各安天命吧 叶好轩无奈地说 几个人果然紧紧地闭上了嘴 一句废话也不敢说了 经过这一番折腾 天已经快亮了 再看看时间已经四点多了 再过一会儿 东方就露出鱼肚白了 叶好轩招呼众人收拾了一下东西 然后继续前进 但叶好轩一行人走远 这一行人才松了一口气 一名绑匪低声叫道 胡子 快他妈的想办法松绑 胡子看了看 这几个人确实是走了 这才舌头一翻 从嘴里吐出了一个锋利的刀片来 行走江湖的 都要多些保命的手段才行 胡子这一手也是练得炉火纯青的 只是君子等人的绳子是特殊的材质 弄了半天胡子也没有弄开 几个人干几眼的 其中一个大汉破口大骂道 你他妈的能不能快点 没事你招惹这群人干什么 现在好了 刀割也挂了 我 我不知道他们这么厉害 妈的 那家伙绝对是一个用枪高手 那众军能一枪干掉我们好几个 太厉害了 胡子苦着脸说 这绳子太结实了 他弄得满嘴都是鞋 也没有把绳子弄开 反倒是他的舌头 被锋利的刀片割得鲜血之流 少废话 你他妈的快点 赶紧弄断绳子 另外一人大骂道 胡子不再废话了 他顾不上满嘴鲜血 咬着刀片一个劲的切着绳子 满嘴是口子 虽然不好受 但总比在这里被狼撕吃了好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深沉的声音突然传来 要不要帮忙 饶命 老板我不敢了 我真的不敢了 一群人吓得哭蝶喊娘的 直当是夜号宣回来了 叫了一阵 对方没有反应 他们睁开眼一看 却见跟前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站了一行六个人 六个人中五男一女 这些人都穿着一身迷彩服 套着战术背心 其中一人身上背着一杆狙击枪 其余人的手中空空如也 但是看他们腰间鼓鼓的 一看就知道是装了枪 而在这六人的脖子上 都刺着一个面目猙獰的眼睛蛇 老板 我们遇到歹人了 救命 救命啊 虎子不识实际地叫道 放开他们 为首的一名大汉 手一挥 蛇眼 你又想做烂好人了 其中一人烂洋洋地回答 蛇血 我再说一次 现在我们再出任务 我的话就是命 如果下一次再不服从 我直接杀了你 那名叫蛇眼的汉子 面无表情地说 那名叫蛇血的汉子 善善地走上前 拿出一把军用匕首 在虎子的身上一挑 虎子身上特殊材质的绳子 就被挑断 被绑在一起的几个人 马上恢复了自营 他们连忙跑到一边 把另外几名同伴给解开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你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呢 这几个人连忙点头道谢 不谢 蛇眼 咧嘴一笑 她的笑意中带着凛冽的寒意 一股肃杀之气 从她的身上传来 让人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老板 你们这是要去哪里 虎子撞着胆问道 不该问的不问 队伍里唯一的女人扭着 曼妙如水蛇一般的腰走上前去 她看到虎子 眼前不由自主地意料 她伸出心红的舌头 舔着嘴唇喃喃地说 这小子有些不一样 我喜欢 虎子双眼空洞无神 女人一出场 她就感觉到意识一阵迷离 她整个人的魂仿佛都被这女人勾走了 舌女 把你的那些毛病收起来 别节外生枝 背着狙击枪的男人沉声道 舌女一争 这才退了下来 她不甘心地盯了胡子一眼 老板 你们是寻宝吧 刚才绑我们那队人也是去寻宝的 胡子讨好的说道 寻宝 你知道我们去哪里 舌头神色疑速 死亡之地 不是吗 胡子诧异地问她 死亡之地 舌头的眼色中闪现 一丝一丝 她拿出一张地图 指着其中用红笔标注出来的地方道 他们是不是去这个地方 是 是 就是这个地方 我对这个地方很熟 要不我带你们过去 胡子连忙点头道 不用了 舌眼收起手中的地图 冷冷地说 送他们一程吧 胡子的笑容瞬间僵在了脸上 她已经意识到事情的不妙了 一个面色阴霾的汉子走了过来 她手一翻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两把匕首出现在她的手里 她阴侧侧的一笑 猛地扑上前去 双手快速地翻飞 血花似箭 胡子还没有来得及 看清楚她下手的动物 她的七名同伴表情已经僵硬在脸上 随即七人的喉咙里 喷出一道血溅 七个人连哼都没哼一声 纷纷倒在地上 抽搐了几下 便不动了 蛇骨 这个留给我 蛇女一把拦住 就要向虎子下手的蛇骨 动作快点 我们走 蛇眼冷冷地说了一句 然后五人向前走去 她边走边道 蛇骨 给雇主发信息 就说我们到了 身背狙击枪的蛇血点点头 她拿出一个掌上电脑 快速地发出了几个字 眼镜蛇小队即将抵达指定位置 请求组织指示 片刻以后 电脑上回复了数个小字 不惜一切代价 夺得上古其宝